江戶外展露無遺的啤酒鴨 還有味吸引病氣胃口的牛郎義大利麵 焦頭的私房菜料理 擁有滿滿的家庭溫暖與愛的關懷 現在在紀州安封隔茶館就能吃得到 這個世界上並沒有牛郎義大利麵 這個源起是來自於在焦期最後的日子 我每天都提早下班 回家做晚飯給他吃 因為長期花療的人 他的胃口很差 味蕾也很遲鈍 那我家的外傭雖然是我教他 可是他不會變化 我才會每天變化來喚醒他的味蕾 我一天回去他說他想吃義大利麵 我問他要吃什麼義大利麵 他說有什麼 我想到的是南義有一種很有名的義大利麵 叫煙花女義大利麵 那因為是煙花女嘛 所以他的色彩很繽紛 他的味道很強烈 我就說煙花女義大利麵 他也要搖頭不要 糟糕那其他的義大利麵都很平淡 我就開始跟他開玩笑 我說當富義大利麵他也搖頭 瘋狂破富義大利麵他也搖頭 牛郎義大利麵 他兩隻眼睛一亮 說我要牛郎 我還想糟糕 這世界上沒有人做過牛郎義大利麵 都怪我開玩笑開過頭了 我說好好好 你去躺一下 我來想辦法把牛郎變出來給你 然後我就開始 我大概想了十幾分鐘 我心裡面就有了一個計較 我知道要怎麼做 我把冰箱都打開 把可以用的各種食材都拿出來 聖女小番茄對切 青椒紅椒黃椒切細絲 黃結瓜 綠結瓜切薄片 還有黑豆 這些全部都用上了 我先用乾辣椒和大蒜和九層塔去爆香 爆香好了以後 我把這三個東西都拿掉 只留下那個油 很香的油 我把煮好的麵放進去 讓每一個麵條都吸飽了那個強烈的辛香的味道 然後接著開始去炒那些牛郎一大利麵 開始去炒這些做料 然後把干貝XO醬也放進去 那時候交期已經不吃奶製品了 所以我用豆腐乳來取代牛奶 接著在起鍋之前 我把整包飛魚卵倒進去 讓每一個麵條沾滿的飛魚卵 充滿了象徵的暗示 這個是 就是 牛郎義大利麵的由來 那後來我也常 我也常做這一道菜 啤酒也要是這樣 就是要用啤酒下去煮很簡單 啤酒跟大蒜跟醬油下去煮 那當時是怎樣 因為背後是怎樣 我為什麼對這一道菜 意記意深刻是因為它背後那一天 那天有一些發生了一些事 就是我送我女兒去上學 那下車的時候她說 爸爸家裡沒有維生棉 去買一點維生棉 那女兒的豐富我當然很尊敬 可是到了超市我才發現 我沒有買過啊 那麼多的品牌 那麼多的size 我不曉得要買哪一種比較靠得住 所以這是我一個印象很深刻的 然後這個時候 焦溪那時候已經過世了 它的魂魄出現在我後面 在那邊煎笑 看到我手上拿著那麼多的維生棉 她竟然很滑稽 然後我就罵她說 散發婆 你不來幫忙還在那邊煎笑 她說對啦 就是你手上拿著它兩包 我們都用那一種 那天晚上我還做了一道 除了啤酒鴨之外 我還做了一道菜叫情人的眼淚 情人的眼淚叫雨萊菇 是一種一下雨它就瘋長的一種藻類 就是我覺得用來涼拌的話味道蠻好 那天晚上是用炒蛋花 可是我覺得涼拌的味道也蠻好 這個是啤酒鴨 走訪季州鞍讀文學吃料理 這裡有許多藝文人士的私房菜 每道菜都有其背後的故事 與想傳達的思想 讓民眾能夠共享 創作者生活的浪漫與愜意 我女兒大家都說女兒是父親前世的情人 我有兩個女兒顯然前世 有兩個很深愛的情人 我非常孝順我是兩個女兒 所以言聽寄寵 所以寫了我每天有一段時間 我每天做早餐給他們吃 因為我們可以相聚的時光就是在早上 那對妻子 對交妻的感情我覺得 還是不要說比較好 因為說了就變得太放閃了 太過於曬恩愛 我覺得最重要的 我們在家庭裡面最重要的是在 是在餐桌上 餐桌上才是家人 親情團聚的地方 我一直覺得這樣早該來了 但是因為越是熟 而且他現在是這麼有名的人 我們能請得到嗎 那他當就說沒問題 所以這一次一到我們就有點貪心 把他的啤酒洋 他在中央書店有展示的 然後還有小情人的義大利麵 一起一股腦的這一次一起發表 所以讓大家品嘗 我們大概今天是歡樂 也希望大家幫我們宣傳 我們做家私房菜大概光才跟朋友說 存在的就是我們整個文藝出版界 同行之中 相濡以沫 然後文人往來的一些故事 那還有許多作家 把他家裡的家傳菜 帶著一種感恩或是童年的記憶 或是青少年記憶 帶給我們 那我們也有一兩道菜是紀念 已經過世的作家 所以每樣菜都有充滿了一些甜蜜 也許心酸或是的回憶 那也記載著很多文人 不相繼往來溫暖的故事 這是記者安發表的第17道作家私房菜 包括老兵作家張拓舞的老友排牛肉麵 電影導演蔡明亮的南洋咖哩雞 暢銷作家林立青的薄皮辣椒雞湯等 把文學放入烹飪中 讓民眾品嘗到的不只是美食 更是聞人情懷 記者溫君台北報導 不好意思讓大家吃飯